以至函数SX等于3aOMA S-6分之派 OmA大于0 在0到3分之4派是单辟地增 在3分之4派到2派是单辟地减 求OMA的值是多少 怎么办 就是你要求OMG值 是不是肯定要有方程 那么地方程从哪一来呢 从哪一来 你想 它在0到3分之4派地增 然后在3分之4派到2派是地减的 先上去 再下来 那么你们觉得这一方你会列出是怎样的方式 它会先上去再先来的话 就意味着我们这个地方会在什么 会在我们三分之四拍呢 取到我们的最大值 对吧 在三分之四拍取到最大值的话 就是K的嘛 往里面带 对吧 带完以后呢 会是sin三分之四拍 乘以Om 对吧 减六分之拍 或等一 而且一定是最大值 注意啊 一定是最大值 对吧 不可能是最大值 对吧 先上去再下来 然后就解这个方程是为了 对吧 解这个方程的话就意味着三分之四拍 乘以Om 减六分之拍 会等于什么呢 会等于2K拍 加二分之拍 注意 三分之四拍乘以Om 减六分之拍呢 会等于二K拍 加二分之拍 对吧 然后呢 然后你再把这方六分之拍呢 移到右边去 对吧 移过去以后呢 这一方就会是三分之四拍 乘以Om 等于2K拍 对吧 二分之拍加六分之拍呢 就是六分之拍 加六分之三 就是六分之四 就是三分之二拍 对吧 所以呢 是加上三分之二拍 然后怎么办呢 然后就是两边 把这个除过去 对吧 会等于什么 Om 等于什么呢 Om 这方是四拍分之三 就是二分之三K 加二分之一 对吧 把这个三分之四拍呢 除过去 对吧 会等于四拍分之三 乘以三分之二拍 对吧 二分之一 对吧 所以Om呢 会等于二分之三K 加二分之一 对吧 然后K呢 是属于Z的 你就怎么 求出了很多很多个 对吧 那么求出了很多很多的话 这方一定要小心 要问一下自己 就是事后都能取 对吧 我们能不能都取到呢 那比如说K等于的时候 是二分之一 K等于的时候呢 是R K等于负一的时候呢 是负一 对吧 K等于是什么 R的时候呢 怎么 就是二分之七 对吧 能不能都取到呢 这里呢 就会有一些隐含的条件 这个隐含条件呢 很多时候还是什么 去稍微的想一想 那么什么隐含条件呢 就是你想 它在零到三分之四拍 我们写这 二分之三K加一 二分之一 好 它在零到三分之四拍 是递增的 在三分之四拍 到二拍呢 是递减的 对吧 所以如果我们画出 这个区间和这个区间的图像呢 应该讲这样 对吧 这一方呢 右边比这个左边呢 要短一点 对吧 这是零 这是三分之四拍 你们觉得这方 Omega能很大吗 能不能很大 你想 如果Omega很大 意味着周期很小 周期很小 意味着什么呢 比如说 这个地方如果 K等于什么 K等一 K等一 Omega呢 会等于几 会等于二 Omega等于二的话 那么T呢 会等于什么 T会等于π T等于π的话 是两个周期 对吧 那么这个同样不可能长这个样子 它不可能说是先上去再下来 对吧 一定是 哎 七起伏 七起伏 对吧 就是单条区间会有很多个 那么这是我们K等于一的时候 如果K等于二呢 这个Omega会更大 T呢 会更小 T会更小的话 就意味着 0到二拍这个范围里面呢 会包含更多的什么 区间 对吧 然后呢 怎么样 就会得到这个地方 不可能 那么我们 总不能用这个呢 来判断对吧 不可能说以后呢 每道题都这样去判断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其实你可以根据这个描述呢 去确定我们这方周期T的曲质范围 并且进而确定什么 我们这个Omega的曲质范围 什么意思 来你想 先帝增后帝点 那么就意味着 我们这个应该要包含 在一个完整周期里面 对吧 就是只有你这个图像 包含在一个完整周期里面呢 才会先帝增后帝点 对吧 要包含在一个完整周期里呢 就意味着Rπ 要小一等于T 是不是这样的 Rπ必须小一等于T 那就是说这个T呢 一定要比你大 对不对 那么Rπ小一等于T呢 就是Rπ小一等于Rπ除以Omega 所以呢 Omega小一等于E 大于零 对不对 Omega小一等于E 大于零 好 Omega小一等于E 大于零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怎么 怎么就Omega的值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往里面带了 对吧 R分之三K 加R分之0的往里面带 就会找到什么 就会找到这方K呢 会等于C K会等于零 对吧 K只能等于零 K等于E的话就超了 对吧 就K等于零 K等于零时候呢 Omega会等于R分之1 对吧 所以最后呢 就是Omega呢 等于R分之1 对不对 再看这个 以至Fx呢 等于什么 SineOmega小一加三分之π 对吧 R分之三分之π 等于R分之六分之π 他说这个函数 在这个区间 有最小值 没有最大值 问Omega等于 怎么办 这个条件能够告诉我们 什么信息呢 R分之六分之π 等于R分之三分之π 他给我们的信息是 六分之π和三分之π的函数值 会相等 所以他们中间会是什么 中间会是一个对称轴 对吧 那么下面又说 在这个区间是有最小值 没有最大值 对吧 所以在这个区间的图像呢 会是这样的 对吧 这方呢是三分之π 这方呢是六分之π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中间的对称轴 是几个 六分之π加三分之π 除以二呢就是四分之π 对吧 OK 所以呢 他会在四分之π取到最小值 对吧 在四分之π取到最小值呢 可以往回 代就是Sine 四分之π乘以Omega 加上三分之π呢 会等于负一 对吧 好 他等于负一的话 就意味着这个角呢 四分之π乘以Omega 加上三分之π 会等于什么 会等于Rkπ 然后呢 减二分之π 是不是这样一个结果 对吧 就是这个什么 是一个这样的角 然后呢 可以把这方移过去 就是四分之π乘以Omega 会等于什么 Rkπ 然后减去什么 减去六分之五π 对吧 那对吧 这个地方乘过去 就是Omega等于什么呢 这个约 约四乘过去呢 就是8k 减去什么 三分之 十 对吧 8k减三分之十 然后怎么办呢 然后这方又可能感觉说 会有很多的什么 很多的结 但其实真的有 嗯 他在这个区间 注意 他在这个区间呢 怎么 是有 最小时没有最大值 这意味着我们这段区间呢 应该怎么 应该要包含在一个 完整周期里面 对吧 要包含在一个 完整周期里面呢 就意味着这个长度呢 是六分之π 六分之π 怎么 要小于等于T 对吧 六分之π 小于等于T呢 T等于什么 二π 除以Omega 会到什么 会到Omega 小于等于12 大于0 对吧 好 那么你得到 Omega 小于等于12 大于0以后呢 你再把 对方的Omega 等于8k 减三分之十 对啊 把Omega 等于8k 减三分之十呢 往里面带 你会得到k呢 只能等于1 对吧 k只能等于1 k等于1呢 往里面带 就是什么 就是8.3分之10 对吧 8.3分之10呢 就是三分之二 四点三分之十 就是三分之十四 对吧 所以最后呢 Omega 等于三分之十四 也就是说 Omega 也不能太大 对吧 Omega 太大的话 这个地方T呢 肯定会很小 对不对 OK 好 对 这两道题呢 可能说 不单你能够 从这个 或者说什么 从这个 对吧 挖出会在 三分之四π 或者在这个地方 则四分之π呢 取到最大值最小值 你还可以进一步的 去求出这个T的范围 对吧 就是你求出T的范围以后呢 会进一步的求出 Omega的范围 对吧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隐藏条件 就是 对吧 这个周期的取值范围 这一点呢 千万注意 是吧 不要忘记 OK 好 我们来看这个 我来看这个P 这个题呢 是fx等于 二分之一 三眼死 加cosx 对吧 加上二分之一 乘以三眼死 减cosx 就是值 对吧 要求它的值欲 这么巧 这么巧 想想 就是我们要求这个值欲呢 定义和解释是不要知道 对吧 但这方的解释呢 出现了一个非常不太想看到的绝对值 对吧 大家普遍很多时候呢 看到绝对值都会觉得 反正就是各种浑身难受 对吧 那我给大家讲过 你碰到绝对值怎么办 你碰到绝对值怎么办 碰到绝对值呢 朋友们都知道 我们可以怎么 去分裂讨论 然后呢 把这个绝对值呢 给开出来 对吧 但是要么呢 是为正 然后一种情况 要么呢 是为负 又是一种情况 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是sininx减cosx的绝对值 那么我们也可以 去分裂讨论一下 对吧 分裂讨论一下呢 就是sininx 大于等于cosx的时候呢 fx会等于 就是这个时候呢 这里面是为正的 它加它呢 就是sinin 对吧 sininx 或者什么 或者sininx 小于cosx 对吧 因为这个地方等号呢 你放在哪方都无所谓 对吧 都一样 fx等于什么呢 如果sinin小的话 这方会是cosx减三 那么和前面一加 就是cosx 对吧 然后怎么办呢 然后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怎么 就是你在这个第一段呢 去求减 然后在第二段呢 也去求减 那么最后呢 它求的是直欲 所以呢 就取交集 对吧 当然这方又会考察 大家就是我们这个正弦和余弦 就是sininx大点conex会到x等于级 对吧 然后sininx小于conex呢会到x等于级 对吧 这个是我们在上节课给大家讲过的这个图像 就是这个时候呢 是什么 这个四分之下的时候呢 是正弦和余弦会相等 然后在这边是正弦会更大 对吧 在这边呢 会是余弦更大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进一步的去翻译的话 这个呢 是x属于什么 x属于 注意啊 这个是四分之五拍 对吧 就是 2k拍 加上四分之五拍 对吧 然后呢 2k拍 加上四分之五拍 是不是这个结果 对吧 然后这个呢 它小于它呢 会到什么 它小于它 其实我们会到什么 x属于 你可以说这个是四分之五拍 这个 或者说你这个是什么 把它看成是负四分之三拍 对吧 就是 2k拍 减四分之三拍 然后呢 到什么 2k拍 加四分之三拍 对吧 然后呢 怎么办 你到这个方法以后呢 就可以去分别求解 对吧 由于我们这边 2k拍呢 其实有没有无所谓 对吧 比如说你可以在这地方呢 就有什么 你就直接拿四分之拍 到四分之五拍来求 你拿四分之拍 到四分之五拍来求的话 这个家伙会怎么 这个家伙 3s呢 会在我们的四分之五拍呢 取到最小值是负二分之更化 在二分之拍呢 取到最大值是1 对吧 好 对于我们的余玄呢 余玄呢 余玄的话 应该会在我们这方的0 取到什么 0会取到一个最大值 对吧 等于取到最大值 1 然后负四三拍呢 会取到一个最小值 是负二分之更化 那么最后呢 再取一个并级 对吧 就是负二分更化 导一 对吧 这个是一个代数求解方法 可以 对吧 这个代数方法肯定是OK的 那么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 嗯 来我们来看 就是 这个函数呢 我们如果去认真的来看的话 就是 当这个正选比余选大时候呢 我们取正选 对吧 当余选比正选大时候呢 我们取余选 所以呢 就是我们永远都取的是 这个sine和cortens嘛 两个函数里面比较大的那一个 所以就是我们这个函数呢 其实可以换一种解析式来写 就是fx等于max 3x cortens 是不是也可以这样 对吧 是不是也可以这样 对吧 这个符号代表的含义呢 就是这两个呢 取大的 对吧 所以这个和这个两个是一样的 对吧 这两个解析式呢 其实完全是一样的 对吧 好 那么我们这方还能够用图像来求 什么意思呢 就是max3x cortens呢 它所代表的含义就是 你当带路一个x的时候呢 我们永远取大的那个数 对吧 那么下面我们来画出 正选和余选的图像 来 注意啊 这方面是我们的正选 对吧 y等于分x 好 这是我们的余选 y等于什么 y等于分x 那么我们这方的max的含义呢 就是你随便带路一个x等于几 注意啊 你随便带路一个x等于几呢 它都是取大的 注意啊 你随便带路一个x等于几呢 都是取大的 对吧 都是取大的话 那么比如说 来 你如果画下这样的直线呢 这两个一对比啊 可能取上面这个 对吧 你画下这样的直线呢 两个一对比可能取这个 对吧 你画上的直线呢 两个一对比取这个 对吧 所以你会发现 就是有的时候呢 正选大 有的时候呢 余选大 那比如说在这 这条是我们的正选 对吧 所以是正选大 正选大 然后跑到这边呢 就是余选会大 对不对 所以就是我们这方 永远呢 是取大的 那么我们可以把 这个地方什么 就是小的那部分图像呢 给抹掉 对吧 就变成什么图像 来 就这个图像呢 会讲这样 对吧 永远都去掉什么 是小的部分 对吧 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最后呢 会剩下什么呢 会剩下这个 对吧 这样的图像 好 那么你就可以很快的 从图像上看出 我们的举直范围 对吧 最大值肯定是1的 在这 最小值呢 会在这 对吧 是什么 是y等于负二分之 更好 对吧 这种图像呢 会非常的直观 对吧 所以最后呢 答案呢 答案选一个b 对吧 OK 好 那么你们也可以 一胡图画条 对吧 就是 fx等于min 这个 你们可以 一胡图画条呢 去求一下 这个函数的值欲 我们这方呢 也有选项 可以选一个 就是 cx和cx呢 两个里面取小 那么这个 值欲多少呢 abc里面呢 可以有一个选项 你们可以自己看 我们知道 题目呢 是选 是选b 对吧 那么这个题目 选什么呢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懂 对吧 你也可以去画图像 对吧 画图像呢 就是永远取小的 对吧 就是你带了一个x呢 永远取什么 永远取小的那一个 对不对 OK 好的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各位同学 我们下节课 不见不散